一名月薪三千到五千的上班族 收入不算高也不算少 但是这份薪税和有钱还真的沾不上边 但是这样的薪税真的没办法让财富变得稳定吗 今天我们准备了三个简单的投资理财方法 让领薪税的你也可以突破财务瓶颈 更上一层楼 第一个也就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建立紧急储备金 首先我们建议将每个月的收入的10%作为紧急储备金 假设你的月薪为四千元 那么每月存入四百元 以一个例子来解释 假设你的洗衣机出现故障 需要花费两千元修理 由于你有紧急储备金 你可以从中支付修理费用 而不必借钱或陷入财务困境 有了紧急储备金 接下来就是要制定预算和储蓄计划 仔细记录你的支出和储蓄 在没有很充足的现金流的情况下 想要提高储蓄 减少开支少最重要的是 例如 假设你决定每月储蓄一千元 而你每个月外出吃饭的开销大约为五百元 为了控制开销 你可以尝试每周自己做饭带饭上班 减少外出用餐的次数 这样 你每个月就可以节省两百元 逐渐实现你的储蓄目标 通过制定预算和储蓄计划 你可以在两年内积累可观的储蓄 通过以上两点 基本上在一年里 你已经会有一笔四到五位数的资金 想要让自己的财富增长更快 如何利用储蓄来创造更多财富 就是最核心的一环 单靠工作不能致富这件事已经是铁证了 你可以考虑将一部分资金投资于理财产品 以增加你的财富增长 例如 假设你每月将五百元投资于股票基金 通过了解市场和选择合适的基金 你可以通过长期投资获得良好的回报 以一个案例来解释 假设你在投资开始后的两年内 获得了10%的年化回报率 那么你的投资额将在两年内增长至约为7260元 创造了超过1200元的增值 这样一来 在两年里 你不只会有一笔可以用来应付紧急事情的资金 也会有多一份收入来源帮你增加财富 提升收入后储蓄自然会变多 比起想着怎样提高收入 不如从自己手上有的薪税开始管理 让现有的资金最大化他们的效率 不管薪税多少 理财永远是建立财富的第一步